今年夏天随着勇士队引进了考心思,再加上火箭队流失了侧翼重要单低球员阿里扎,因此两队的实力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,勇士已经在向着新一座冠军奖杯高歌猛进,就目前的形势来看,他们是不可挡, 所以对于火箭队来说,任性现实或许是更加理智的做法,那么对于新赛季来说,火箭队要做的就不是像上赛季那样全力追逐冠军,不管不顾的孤注一致绝非上策,因为那样的话会医生球队的健康,更会缩减对那年轻球员的培养资源。 火箭真正应该着眼的是2019年勇士豪者解体后的机会,而非是当下就与勇士一决雌雄,既然要着眼于未来,毫无疑问就有充分的培养队内的年轻资产, 而纵观火箭队现有的年轻人中,不得不说周琦是最具培养价值的,毕竟他身高必长,天赋出众,他能投射三分的同时,还具备超强的护化能力, 这种技术条件的结合,让他成为了赛场上绝对的稀缺球员。 所以火箭队该做的,就是要充分的挖掘周琦的潜力,让他得到质的提升。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火箭队在未来拥有足够的竞争力,拥有足够的底气去争夺冠军,再考虑到周琦地联的薪资合同,无疑对于火箭来说是一箭双标的。 在提升了周琦潜力的同时,也优化了球队的薪资结构,而对于哈登来说呢,想要争贯的话帮手必不可少。 内线球员这块卡佩拉已经被证明拦开大任了,他的技术侧点与迈迹类似,无有空间能力,让他在赛场之上与里成为积累。 所以哈登需要扶持周琦,需要通过他的威力能力,让周琦的自信得到提升。 只有这样哈登的冲冠之旅才能是半功倍。 相信在下个赛季里,哈登会写手周琦为火箭队势力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